汇控我都想说一点 我想基本因素上 看今天经济报都知道的 但我想除了这个样东西之外 另一样东西是资金流向 除非市场是差到无论 大家完全不买 但现在就不是的 大家肯去买东西的话 你会选择东西去买 可能一些科技股 避开政策风险 不买了 可能有其他东西会比较高风险 都是选择一些受惠住 大家经常会说的 利率上升 又或者派息好比较好一些的船股 所以资金流向里面 会利好相关的股票 还有刚才说 恒指本身就是跑赢科技股 也都是跑赢国企指数 主要原因就是 一些本地 都不可以说本地 金融股 一些金融类股份 或者香港的一些股份 其实相对的风险比较低 是吸入了资金流入 所以你看到这几天 其实香港的房地产 一些股票 也都做得不算太差 所以这个就是资金流向 不过我也想说 我也不会盲目地 就是说汇控会升很多 因为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是 加息对它是利好 但是就算由11月开始正式收水 又或者12月开始加快收水都好 其实近期的息 就是昨天10年期的负债券 上到1厘5几 比之前来算1厘7几 是跌了的 所以这个第一件事就是 短线不是代表它说收水 债息就一定立刻上升 有很多因素的 可以是因为 这个是Omicron的原因 第二 其实真正对比到银行的利息收入 是个息差 所以不是单看10年期的债息 所以如果短年期的债息 可能whatever reason 是升得快过中长年期的债息 令到息差收窄的话 其实银行未必会真是 这么受惠的 当然你可以说 就算债息不是扩阔的话 经济向好 令到借贷增加 都会帮到它 是的 不过我想说的重点就是 不是这么直接 如果这么容易 美国港加息 我买汇控 就有赚没有蚀 又怎会这么容易 叶师傅 不是这么容易 所以大家也不能完全对好入庄 简单来说 我会比 可能经济日报所的马亚价 会低一点 可能真的42、43 看上去都是48、49元左右 这5元大概是10.8% 就已经是达标函的目标